现代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久坐或久站 长时间维持相同姿势就容易造成椎间盘突出等症状 台中市一名51岁的何小姐和一名45岁的詹先生 因为每天工作都要长时间使用电脑跟手机 长期下来导致肩颈酸痛、四肢麻木 到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检查后发现 他们的颈椎间盘有多处突出 神经外科医师邱正迪利用新型的椎间盘成型手术 让他们不用切除椎间盘就可以治疗 而且手术后头痛、肩颈痛、四肢麻木等状况也明显改善 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之后我就一直改善 这段时间也做了一些追踪 让我们目前状况就越来越好 现在目前的情况大概 严格来说已经大概是100%的好了 邱正迪医师表示 颈椎的椎间盘成型手术是一种心事手术 利用电离子气化技术让椎间盘内的随和气化 让突出的椎间盘缩回 改善神经的压迫 而且手术够后几乎看不见伤口的痕迹 第一个它只有针孔的伤口 另外就是它安全性蛮高 那它其实对病患的侵入性蛮小 那对于这个包含性的椎间盘 也就是它没有破裂的椎间盘 年轻的椎间盘突出呢 它其实疗效相当的不错 医师也呼吁 长时间工作下要注意不能一只保持相同姿势 并且要适当的休息和活动 睡觉时也要留意枕头对颈部的支撑 再配合均衡的饮食跟充分的运动 才能降低颈椎椎间盘突出的几率 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记者陈文旭、杨静、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